刚才呢我们三位嘉宾已经就股东股权 构架这个责权力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了分享 接下来呢我们想把时间留给在座的观众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嘉宾的 你好谢谢大家 首先那个白律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这也是我公司现在碰到的问题 我有一些co-employee 他们比较重要 那我是蛮想让他们变成个part of the ownership share with the different class of the share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structure他们 当他们走的时候对吧 我怎么样有一个certain period把他buy bac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最好的structure是 只有他retire的时候他才可以cash要他的股份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一种的条款你平常都不想在注册的公司的文件里头写的 你公司注册的文件里头写的就是主要都是想写出来就是folding control 我不知道你的employee就是你想不想给他这一种的folding control 你的股东协议里头呢当然人间一种的东西了就是你会将你的股东协议 在这样子来写一些就是实际上他的cash out啊这一种方式的 当然你呀可以将你的就是公司注册的文件里头这样子写的 但是我们的建议平常都不是这样子做因为公司注册的文件 谁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可以将这一种的就是这一种的条款 就是这样一种协议来去理论分开了对就是他你会分开就是一个就是class of shares给他们 然后你这次的就要分开一个不同协议的或者可以做一个就是long term incentive plan 对吧这个是北北非常非常普遍的就像你也另外一个说法叫ESOM对吧 就是employee就是他们的就是股权的这个就是激励机制吧 中文就是叫一个激励股权激励机制计划 那这种激励机制计划的话就像白瑞就说的不需要给他们就是投票权 对吧你可以给他们非投票的那个那个普通股 比如说我们公司给的给给高层高管门的这个激励机制就是非呃 非就是non-voting common share就是没有投票权的这个普通股 然后他们是有不同的那个就是呃vesting period对吧 然后而且这个这个当然我们公司是通过币马威和Grand Thornton一起帮我们 就是策划出来的这个这个计划然后也是审计就是从一个审计角度和会计角度 还有报税啊什么都是都是这些呃我们的这些顾问把我们把弯的 所以说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其实架构是有的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liverature 这方面这些这些材料可以读一读但是我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给你的这些就是重要的员工和高管们 一个就是LTIP但是这个LTIP是就是本身就是个人费们 你不需要一个股东协议也不需要一个就是赶紧工资的章程 你去给他们一个LTIP这个LTIP自己的这个legal的rights LTIP对long term incentive plan 对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激励机制计划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个每一类型的股份 它有什么样的权有什么样的利是在可以签署股权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修订的 它不是固定的所以每一条律师写在那个条官里上的这个文件 你是要跟律师共同去考虑和商量过的 然后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的意外 因为为我们冯总 冯总分享了一个亲身的这么大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您私下来可以请冯 请冯总吃个饭跟他去去去去 那我说的一塌我不能理解 那刚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呢 请举手示意我还想问一个冯总这个问题 冯总交代过我啊跟他介绍 他是他们丰园公司的副总裁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老板 为什么老板要叫副总裁呢 其实呢这跟我跟我自己的自信性有关系啊 其实我自己的心挺大的 说实话气象也挺大的 但是呢因为我开始的我一名片 也提到President 你可以看到啊 所以说呢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所以呢我拿到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给我很大的启发 当时呢我在TDC接这个Lawrence Station的项目 当时我答应就一两个人 然后这个项目呢我接下来答应呢 就六十多万 当时我觉得我回家跟我老婆说 我把天通破了啊 确实感觉天通破 就一两个人能够接到六十万的那种项目 对吧 但是人家呢就是看了说 人家说了句话 就是Frank 我看你跟你聊一段英文点 那真本满满满挑剔的 但是呢跟你说话呢 这真还挺累的 你就是 后来我想这个事情我要解决 对吧 第一方案呢 我到了马上找几个这种英文好的做助理 对吧 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不一定要出面 但有些事情实在要我出面呢 那我就送一张副仲裁的名片 为什么呢 大家跟我笑话 如果不能谈谈谈 这个事情好了 哈 先我是副仲裁 我可以把板的 对不对 来到这个事情我头疼呢 我觉得应该回去考虑看 你看我还有头 对不对 我回去商量商量 因为尤其在 不是说 我玩的比较节节了 那在老外之间 你就慢慢说 他有时候憋着你 就没有退路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这样有退路 我回去考虑一下 因为时间在我这边 所以我跟他回的 就因为这样了 所以我已经有副总裁 副总裁 所以我到现在喊副总裁 谢谢董哥 我会电影公导 我们说 共患难有收容 共享不更加难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一开始那个 shareholder agreement的时候 我们考量这个 权益的时候 能不能分享一些 通常的criteria 比如说有的人投资 有的人是说 我拿了我很多年的工作经验 就是我的quality of my talents 对吧 有的人是说 I put sweat equity into it 就是我的talent 我没有钱 那我有钱 我有talent 有的人有 长时间的经验 就是 呃 呃 呃 这个我也 我也开始有这个 哈哈哈 明天你的意思 这个话从今天 明天 通常的criteria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启发 谢谢 呃 我可以开始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 Frank和Michael 可能跟你讲一讲 这种criteria 更好 实际上这一种的东西 我们每个公司的不同 就是每个股东的不同 我我我自己的经验是发现就是 每个人就是觉得 soir equity 实际多少 都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一个 要是你要想得到每个公司 你实际上 如果你要看看就是你做工的 实际多少 这个是很宽来算出来的 我们平常都是靠我们自己的 扣户 他们谈完之后 告诉我们的 我们只可以给他一点点的guidance 这样子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 其实就两个人合作的时候 就根据自己的特长 就是说 我觉得首先这个特长一定要互顾的 如果重复的话 那我建议你根本不用找他 对不对 你也会做 他也会做 那反而 那你根本不用他 对吧 他大致上的技术 我这只技能 我这经验 对你公司肯定有用 那么就根据有用的价值 你跟他协商 对了 这个东西 协商的话 有些人他会讨价 买 讨价还价 对吧 有些人比较大大烈烈 对吧 这个东西 就可能 可能有些人亏一点 有人赚一点 但这要双方 就像他们菜市场马菜一样的 你觉得balance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建议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就像刚才白律师和Frank说的 有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原因 对吧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 两个小故事 一个就是我们收购的 在北美收购的这个 阿优美 Health Sciences 这个公司 他是 现在已经30年历史了 当时是那个老板 公司老板生 已经20多年了 对吧 我们收购的时候 我们非常惊讶 他居然所有的高管 他的副手 他的CMO CEO什么的 跟他已经20多年了 结果零 一点部分的表 100%的股权 都在这老板身上 当时我和我们财务过关 所有的团队都非常惊讶 说 20多年了 他的这些 而且这些人是死行 他就跟着他 都没有 就是这样说 SWIN 这就是definition 的SWIN 对吧 那居然都 一点 零 零点一零点二的股都没有 那当时我们非常惊讶 但是后来才知道 因为这个老 这公司都这个驱动主力 全都是老板 这老板从从早到晚 都是他在干 所以就不管是营销还是销 还是运营 还是就是销售 他基本全部抓住 所以说这些他的这些副手等于是他的助手 并不是他的伙伴不是他的搭档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把所有的股权去抓到这儿 抓了20年都不放 他也不需要LT 他也不需要这种股权激励机制的计划 去来挽留这些高管 他的意思是你想走你送 我不管 你要留着你跟我跟着我 就这么简单 那这种情况 这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了 另外一个案例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贷售起家人员夫妇对吧 他把创造了公司 结果辛辛苦苦打造了公司 结果后来就自己被轮到这10%以下的股 但是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这个原因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原因其实也是也是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为什么呢 他们之最后还是赢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司4个月前被收购了 2.8个亿美元的这个估值 那他的10%的股份也将近3000亿美元了 对吧 那而且当时如果没有风投的基金引进了这些管理人和这些投资者进来的话 那个公司可能就现在就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也是每个公司有不同的情况 对吧 这两个创始人不像我这个阿尤威当时那创始人那么有能力 所以他们就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管理和营销啊 运营这方面这些知识 那他们只能就是去依赖这些外户的这些专家来帮他们把这公司造好 最后虽然他是把公司的那个股权稀释到了百分之十以下 但是这公司以2.8个亿人这个金额被被别的公司收购了 那他们以最后也算是虽然没有获得就几个亿的收入 但是也是算是比较可观的财富 对吧 那么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嘉宾问答的文集就到此结束 然后呢在活动的最后呢我想请三位嘉宾做一个总结诚词 有关于股权关于企业经营有什么经验想跟大家在最后分享的呢 那么咱们还是从白律师开始 我们就是做了十段研究的争议了我们做consultation 很像困惑来讲我们就问产信文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文件呢有很多时候呢是非常自己公平的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口国就是为什么你会签 怎么不公平对你这么不利的文件你都会签了 很想有很多口国都会告诉我们因为是入室准备的 所以我就签了 但是你们要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是 入室是没有这个准备的公平的文件的 除了他是代表你还是代表公司之外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自助就是不用这么简单就说 哦因为是入室准备的我就签 你要知道这个入室是不是代表你的 就没有对你的利益就说啊有准备的 行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啊 就是就是说作为我们工程师作为我们自己 起家你可能知道这个还有一点体现啊 我不是说你坏啊 但是因为练师呢还代表自己的利益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你利益的代表人去找他 这是第一点建议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对方送过来的东西 其实我这个这个本来有个教训啊 所以这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呢 专业的事情呢请专业人来做 就比方你在公司 假设你能允许的话 专业列师啊 accounting啊 这些employee的consider啊 这些这些其实可能要花一点钱 但是你最好请他们做 因为我们可能跟员工的纠纷 和其他的纠纷 你说这个东西不一定合法 是吧 所以这个专业的事情一定要请专业做 这个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呢 如果能守住你的股份 我建议你高高兴用人啊 就是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 最后一个呢 考虑人品 人品很要紧 因为如果一个几个人合伙人 有一个人天天跟你提交的话 你太累了 对不对 就是实际上我做业务的这个程度 还不是给他打架到累 所以这种人呢 你把它拒掉 我认为好 我建议这多久 拼信他呗 不行就 对吧 所以这是建议 这个我专门准备 这个 大家说的都整对吗 所以其实我这边本来想补充的就是 刚才我说的那个故事 因为 所以最从所有的这些公权协议啊什么的 就是要取决你自己的情况 你们公司和企业的情况 对吧 没有每个 没有别人可以跟你说 知道更熟悉你自己的情况 你愿意吸引多少 或者你愿意那个就是需要多少资金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情况来来判断的 当然 但是我觉得 frank和白律师说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专家还是有专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公司 当你到一个规模的时候 你会有董事会 会有这些外来的董事进来 就是你需要这方面的这些专专业人士和这些有经验的人士来帮你把关 最像刚才白律师说的 你这个 你这个 呃写的东西 就这个条款里面是对不对 你 你会像 frank说 你要相不相信这些这些律师的对吧 那当然 有自己 自己信任的律师的 那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最好的话 你你也有自己信任的 我和和不是也不需要合伙人 像就像我我就是帮别人做 senior advisor 对吧 你只你有一个 senior advisor 帮你把关 帮你看一下这些这些条款 是不是符合市场标准 是不是这些有 是不是有些漏洞 你钱东西没有 对吧 有些时候律师是帮公司做的 而不是帮帮股东做的 有些有些人律师是帮股东做的 也或者是帮大股东做的 还是帮小股东做的 那你需要一个就是有一个一个 一些比较 呃怎么说呢 bbalancing的人 对吧 就是帮你把这方面这些卷衡一下 其实最主要的 英文有句话就是 work smarter not harder 对吧 就是你也要是要努力 要聪明的努力 而不是就是就是很费力的努力 那这种情况就是 就去需要就是 呃自己或者自己熟悉 或者学习这方面的这些知识 或者是就是跟 呃找这方面的专家来帮你把关 所以我就是这个建议 好吧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以及我们在中国 呃远程就是我们的汤姆渝 特别感谢我们的 ACC大总管 凯瑞英 以及他在注册台上 努力工作的小伙伴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呢我把时间交往给主持人 好 现在让我们有请Tina帮我们 呃给三位嘉宾拍一下奖 对啊顺带你照照片 补充一下我是代表Evan 然后作为咱们普通话的这个活动组 负责人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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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